駕駛站在貨車前面 情緒失控朝女子頻頻飆罵 旁邊還有年僅三歲男童 就怕孩子無辜被波及 附近鄰居趕緊狂奔上前幫忙 原來雙方是一對夫妻 21號下午四點半 開車載小孩返回新北新庄住家 車子卻突然失控往奇樓暴衝 這時太太和懷裡抱的一歲女兒 被拋出車門重摔倒地 見封時段車流浪大 可把民眾全嚇壞 當時24歲駕駛在家人回家 老婆突然要求買手機 加上女兒打翻擺放螺絲的工具盤 讓她駕駛不滿爆發爭執 太太疑似想在行徑中開車門下車 卻直接和一歲女兒一起摔出車外 手腳擦上送衣 警方貨包到場除了依公共危險罪 將兩人送半 車上沒有兒童座椅 最高開法三千元 幸好這次沒有發生嚴重意外 但這對年輕小爸媽才二十出頭 一時氣頭上吵架突然停車 害孩子頭部流血送衣 警方更發現他們即在副駕駛座 完全沒有任何安全防護 但孩子還不遵守規定 簡直是做了最壞示範